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8月15日 周日的时候 签署协议 签署团协 但是呢 官方 资方又临时的变故了 他们又提出许多 跟原先8月10日谈的方案不一样的条文 逼公会要去接受 所以也因此原定8月15日要进行的签约 也拖到了昨天8月16日 但是8月16日的协商的现场 也像我们理事长手上的板子一样 资方的代表 自始至终的 有冲息吗 每次都已经谈了 有共识了 资方又临时加了非常多 公会不能接受的方案 昨天 公司加给公会的方案 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公会的自主权的发展 他要求公会不能对我们公会的成员协助劳资争议 这么夸张的事情 我们想问 劳动部你也同意 美立法资方提出这种 显然已经违背了公会的立法精神的提案吗 整件的一个劳资争议发生开始到现在 我们劳动部跟劳工局 已经透过这个正式跟非正式的一个会议 达了十几二十次 尽全力的协助劳资双方 就这一事项进行沟通 那当然在会议的讨论过程 劳资双方确实对于一些的一个部分已经达成共识 所以我们在此特别的呼吁公司 双方应该公司应该要就有共识的部分 尽速签署协议 让这个罢工可以尽速的落幕 在昨天的一个会议 资方他没有签示出席 仅愿意透过电话的沟通 那我们也表示遗憾 那同时也要特别的表达 这种做法 并无助于争议的一个解决 这也想要请教科长 那表示遗憾之际 还有什么积极的作为 能解决现在资方 不断的不愿意出面签署 同时也是在我们劳动部的见证之下的私信 那目前公司他已经有依据在这个沟通的过程 依据公会的一个意见 有在修正一个版本去缩小双方的一个差距 那这部分也 那为什么我们8月12日已经有一个版本了 资方的律师也签名了 那为什么只要公司抛出一个版本 我们就要再去谈 这样没完没了之下 我们到底怎样才能走完最后的一礼路 我们这边还是得要再跟各位表达 我们劳动部跟劳工局会愿意持续协助劳志双方来去做一个沟通 那让这个争议几早若目 那除了局中几早之外 那真的有什么具体的作为吗 我们这边还会再持续跟劳工局共同的协助 科长不好意思 还有个部分也想要请教劳动部可以吗 同じ协助目 养当后 同じ华规理事 docia 整按摩 atching 去